大家好,我是洪謙婷,洪謙是藍藍學院院長,同時也是國際學院長講師。 在二十多年前,Dr. Kendall Carcin帶著這個機具教導我們, 啟發了我在治療上的心思維。後來在正月長會長的帶領下, 我們都是發展了更多不同領域、不同年齡層、不同問題的患者身上。 所以今時今日,我們可以不用在乎不管是醫療保健或是運動傷害, 甚至是更複雜的一些神經激發揮的各種所有問題。 大家好,我是基本系貼紮國際講師陸婉儒。 我同時也是一位指紋治療師。我在臨床工作已經滿二十年了。 我當年在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遇到我現在來學院的洪謙婷院長。 當時他有教會了我亂投資貼紮技術。 但是其實在當年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接觸相關的課程。 所以對於這樣的技術,其實也知道一些比較淺的貼法。 那一直到我後來加入藍愛輸光集團。 在正月成會長以及其他前輩的教導的帶領之下, 我對於精能性貼紮技術在操作上變得更加熟練。 那精能呢可以使用在我的一些照亮的個案身上啦。 或是身體極端的個案身上。 那甚至我身旁的親朋好友,也都是我貼紮的對象。 那直到我後來也才知道說,原來當年呢, 技能性貼紮技術在台灣的推廣。 其實並不是什麼的順遂。 一度遭遇了一些準利。 那我們的原創人呢, Data C先生也被阻隔, 沒有辦法進來台灣授課。 一直到2011年, 經過我們正月成會長的努力, 才又再度將這樣的一個原創的技術跟產品, 再度移進來台灣。 那在當年2011年, 我也成立了台灣精能性貼紮學會。 也舉辦了第一場的國際認證課程, 讓台灣呢可以跟國際去做一個借軌。 那在接下來的幾年, 我們也辦理了很多精能性貼紮相關的培訓課程。 那也培育了很多的精能性貼紮操作者。 那在台灣呢, 我們藉由這樣的一個專業的推廣, 你就可以造我們更多的患者和民眾。 大家好, 我是精能系貼紮國際講師, 吳嘉誠。 我本身是物理治療師。 一開始接觸精能系貼紮在167年前, 一開始便是跟正月成理事長、 跟紅千亭院長、周柏青、秘書長一起學習。 剛開始也是從肌肉骨骼系統開始練習, 漸漸的才應用到神經、小兒以及運動傷害領域。 然後也是在正月成理事長的帶領下, 接觸到了機能系貼紮的發明人, Dr. Kenon Kasek下來建造先生。 他增廣了我對於貼紮的認知, 而且不單單只是在貼紮的技術而已。 對於治療病人或者是改善患者的問題, 都讓我有了更全面的觀點。 2011年成立的台灣技能系貼紮學會, 是Dr. Kenon Kasek在台灣的官方單位, 其中包含有很多跨專業的多元組成。 跟各個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共同合作, 讓我在觀察病人問題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向。 也很榮幸可以參與其中, 跟大家共同分享貼紮在不同專業領域的運用。 進而一起學習精進及推廣相關貼紮技術。 大家好,我是余韻希。 目前單任來水豹集團的新政長。 精神系貼紮學會走過了10個年多, 有點感慨時間這麼快就經過了10年。 我想學會成立時候的幸福推廣。 到現在擁有的許多國內外各專業朋友的支持, 以及對專業的熱忱。 這些都是讓學會能夠繼續前進, 並且持續帶給大家各專業, 更有品質的教學課程的最大的動力。 期許跟我們志同道德的朋友們一起繼續前進。 跟著技能系學會繼續成長。 然後期許我們可以邁向下一個試驗。 試驗的時間說長不長需要短, 未來我們還是會在這樣的一個技術上面繼續的進行。 在這裡也祝技能系貼紮學會, 十歲生日快樂。 今年學會十週年了,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這份喜悅。 祝台灣技能系貼紮學會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技能系貼紮學會十週年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很高興, 今年適逢台灣技能系貼紮學會創立十週年。 我在這裡要特別祝台灣技能系貼紮學會生日快樂。 對這麼開心。 更新的程度。 感谢观看